新北地院由姓书记官合谋假遗嘱诈诈骗集团遭到生压禁件 他协同袁景跟律师还有黎璋等人 利用公务系统来查询独居往生者的重要资讯 并且收贿协助将往生者的不动产跟存款 移转登记在人头的名下 检调昨天再拘提了相关的28名被告 书记官跟黄姓共犯两个人遭到生压 调查局人员来到新北地院搜索 因为检警查出有书记官和不法集团勾结收贿 协助诈取独居扰人过世后的不动产过户 5号上午调查局搜索后 具体并将人带回征讯 深入追查发现诈团分工相当精细 两年前新北市永和区安乐里长等人 得知辖内独居扰人往生留下不动产与庞大存款 亲身歹念找来蔡信主贤成立不动产公司 讨论如何谋取遗产 再找了蔡信律师出点子 提议位造赠与遗嘱 制造王者遗赠的不实文件 现由里长签字当见证人 再由律师出面公正 移转不动产到主嫌妻子名下 账户款项也全领走 总计不法所得超过1.4亿元 其中新北地院游信书记官 已经中山分局落姓远景 两人是景专同学 涉嫌利用公务系统查询 独居往生者的重要资讯 每查一笔收费6万8千元 落姓警员已经被收押进建 游信书记官则是遭到生压 涉嫌的护证人员交保后 头滴滴不发抑语 检调7月至今 启动两波搜索 总计带回51人 涉及层面广 包含律师里长警员护证人员 地震士等专业人士 检调持续砧板揪出不法分资 记者综合报道